南韓總統朴槿惠在北京參加慶祝二戰結束70週年活動後 星期四抵達上海 而星期五他會為上海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子展館系更新啟用展彩 朴槿惠在展彩儀式上支持、讚揚中韓兩國友好關係 朴槿惠表示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子系經過修緝重新開放 是韓中兩國互助和友好的象徵 朴槿惠一行參觀舊子及展館 目前舊子是大韓民國臨時政府1926年至1932年的辦公所在地 根據報導 朴槿惠的支持率在上星期以來大幅上升至54% 是一年多以來最高 分析人士認為這是因為他在外交上接連成功 南韓上星期與北韓談判達成協議 緩和了雙方軍事對峙 這個星期又在北京與習近平主席系達成協議 尋求在11月前與日本舉行三方峰會 對咱們的訊息 我們玩出 leben